我 我跟你弟弟在一起了 好啊 姚远 你现在谈恋爱 连姐姐都不告诉了 我现在告诉你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真是地大不中流呀 你们干什么呢 他们欺负我 姐夫啊 我们怎么敢欺负她呀 好啦 看到你们感情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姚远 你以后呢 可要好好照顾我弟妹 知道吗 弟妹 秦雨萱 我可告诉你啊 虽然我跟你弟弟谈恋爱 你也不许这么叫我 知道了 弟妹 那个 姐夫 咱们故事 不是做雕刻的吗 怎么投资剧团了 因为我眼光好啊 还有就是 雨萱她能跳舞了 什么 俊软都跳舞了 嗯 克服心理障碍了 当然是因为 有人帮我了 对了 今天晚上舞团的表演结束以后 我还准备了一个獨立表演 你要不要看 不许多 姐夫 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你就等着欣赏姐姐 美丽又曼妙的舞姿吧 情人眼里出奇失啊 在我姐夫眼里啊 你怎么懂美呢 但是呢 肯定没有蒙婉宁美 好酸啊 你们快点去吃饭啦 走走 吃饭吃饭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有点紧张 吃这个 老板 都已经准备好 今晚就可以动手 如果这次还是失败 结果怎么样 你们是清楚的吧 老板请放心 这次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啊 吃饭了没有 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啊 你又要干什么 这是什么话呀 公司的事就够我操心的了 你最好别做什么过分的事 不然我会包庇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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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小时候见你跳个舞 想想啊 一会儿已经十来年了 雨晴 你一会儿可千万别紧张 放轻松啊 你 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紧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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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小仙女 你怎么来了 小仙女 准备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 千万别紧张 你就放松跳 反正观众就我们几个人 我们不会嫌弃那段 我说你们俩这还真是一对逼人啊 连担心的话都一模一样 会心 我去下戏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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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心 你考虑得怎么样 你不是深称自己是最了解女人的男人吗 怎么 亲了之后就怂了 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我可没这么说 你 我也去洗手间了 雨晴 等等我 雨晴 等等我 什么意思呀 看来有戏 这就走了 是啊 我得赶紧回去整理一下采访的稿子 不要嘛 你看现在都这么晚了 你就不想看看轩轩的solo表演吗 她有什么好看的 她是我姐 我担心她 可是你都好久没有叫我姐姐了 那你可以 叫声姐姐来听 你都是我女朋友了 我才不要叫你 不叫啊 那我走了 你 妈妈 妳 姐姐 说什么 是没有听清楚吗 姐姐 没有灵魂 再加上一纸 行了 姐姐 继续这样 姐姐姐 我看见什么了 姚远 这姐姐叫得挺溜的呀 许云轩 你自这偷看干什么 真是嫁出去的弟弟 泼出去的水 许云轩 你跳舞真的没事吗 姚远很担心你 我才不担心她 放心 我已经百分之百没问题了 行 那一会儿让杨远给你录下来 以后也是个纪念 好 那就谢谢弟妹啦 说了别这么叫我 好了 你们赶紧去落座吧 我马上就要上台演出了 好了 加油 你怎么这么说 好 没问题 我又要是你 说好 你怎么能不能 Isaiah 不行 能不能花不允能 你们怎会借着 我再说 你怎么办 是你叶了 我们这路 需要外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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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逊 老板 李逊 叶成 顾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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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成功了 顾叶成 你谢谢 谢谢 医生 他什么情况 救过抢救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过 不过什么 这次重击造成了一定的脑损伤 生命保住了 可其他的 需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 那您的意思是 他有可能醒不过来 目前不排除这种可能 就算醒了 可能会有后遗症 好 谢谢 谢谢医生 顾叶成 顾叶成 你必须醒过来 你听到没有 你 你 你答应过我的 你说我们要离别你在一起呢 我已经失去了我精彩的这个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你 你不是能对我的危险有感应吗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有多害怕呀 我也想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歇过来 好 好不好 你歇过来 好不好 你歇过来 好 母娘 你别别打 放心吧 爷爷 你歇过来 好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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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立马对这次事故进行调查 看到底是人为 还是意外 去吧 去吧 近日著名标客家顾艳成意外受伤 记者就此对故事进行了采访 但目前暂无回应 去查一下顾艳成 受伤的那个状态 去原则呢 是 平时呢 平时呢 你最爱干净了 跟有实际强迫症一样 你现在真的应该先来看看自己 我现在是随便帮你擦擦 一点都不认真 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知道吗 来 来 医师说了 你要多喝水 来 喂 你听话 就喝一口好不好 你平时不是最在意自己的意表的吗 你现在最好醒过来看看自己 已经一点都不帅了 那今天呢 我就先帮你 明天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然后自己喝 好不好 你就真的用不理 army我 你全部未备 那你先别说了 免得他担心 这件事对我姐的打击 不亚于当年妈妈意外去世 别担心了 顾炎成肯定会醒过来的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个意志里很顽强的人 我也相信 他们能坐过这次难关的 对了 先回公司吧 那边需要你 这边我来守着 我忙完就过来帮你 正好我回去 让我爸爸联系一下 国内外知名的脑科医生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婉宁 谢谢你 傻瓜 我们是一家人 那我先走了 你把那个人贴上头 我说是我 你只能他在联系上 你不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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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 这么大的事情谁都知道 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您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 那天您和那个人在聊什么 上次我见她是沐宇被绑架 这次我见她是郭彦臣受伤 妈 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质问我 我是你妈啊 是不是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妈 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 为了未识 您就可以不惜大家去伤害无辜的人吗 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如果真的是你做的 去自首吧 这样我们还是母子 如果我不去呢 你还正要为别人跟我断绝关系吗 啊 是 你 我做这些是为谁啊 还不是为你啊 真让人憨惜你 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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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你都是这句话 小的时候 我的成绩不如郭彦臣 你说我没出息 没资格接受卫视 所以我拼命追赶郭彦臣 甚至把她视为我的敌人 本来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 因为你 我还在渐行渐远 我喜欢沐浴 可我每次都要狠狠地拒绝她 一次一次地伤害她 就因为你 我不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妈 你扪心自问 你真的是为了我吗 你就是为了你的血弱跟欲望 借口为了卫视 你用尽一切手段 不仅伤害我 还伤害其他无辜的人 我伤害你 我为卫视筹谋的这一切 不都是为了你吗 如果不是我 能有卫视的今天 要不是因为我 卫视早就在别人手里了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所以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听你的 但现在卫视已经牢牢掌握在你手里 谁也夺不去了 谁也夺不去了 你可以继续贪心 但我再也不想拼你摆布了 我喜欢雕刻 但不是为了输赢 如果郭彦成一直婚姻不行 那这次今天要讲 我也将弃权 你 你敢 放手吧 刘统市长 不然您会永远失去您的儿子 怎么这么不懂我呢 你怎么这么不懂我的苦心 难道我 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是我的错吗 我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了 我做错了 雨萱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雨萱听话 你这样要是顾炎城知道了 肯定会担心的 我发现院子里有个很好看的地方 咱们就去那儿吃好不好 走 好 你在这儿看着啊 雨萱 你怎么了 雨萱 雨萱 你快去叫雨萱 我去叫雨萱 雨萱 你不要吓我 雨萱 你不要吓我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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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雨萱 爷爷 你放心 我放心 我记得肯定能醒过来的 雨萱 你醒了 爷爷 雨萱醒了 醒了 好 醒就好 醒就好啊 咱们 你 咱们 你又会这么晚了 你不让我自己的时候 别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你怎么会想起来 我看起来 你不知道 我一直想起来 乖 我只想起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 kon 我 Français 晓晓 今天我就安排一个人 二十四小时陪着 你回去好好休息 等你休息好了 再来 爷爷 你就让我留下来照顾燕成吧 我一定会好好吃饭 我会按时睡觉 我想让燕成醒来以后 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我去过医院了 顾佳这次十分谨慎 内外有保镖把守 外人一律不得接近病房 不过我打听过了 顾总还是没有醒 那 雨萱呢 一直在医院照顾顾顾总 好像没有离开过 怪不得一个信息都没有回 现在除了顾燕成 他应该什么都不关心 董事长 还需不需要再联系顾顾 表示您要去探望 不用了 你去忙吧 好的 我看着新闻 请来看看顾燕成 正好如果燕子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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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好吗 嗯 挺好的 不好意思 我最近都没怎么看信息的 你 还好吗 还好吗 你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也是脑科的专家 顾燕成 这个点差不多该换药了 我得去盯着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去看他的新电影啊 你听说了吗 刚刚那个病人醒了 当然听说了 故事集团的继承人嘛 长那么帅 丽萱 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等等我 叶昌 顾远程 你终于醒了 医生 他情况怎么样了 醒了就表示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还要留院观察一些时间 看看有没有后遗症 谢谢医生 顾远程 你终于醒了 你 你这个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是爷爷派你来的吧 顾远程 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 这个玩笑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请你自住 你的任务已经失败了 我现在对女人不感兴趣 你 你 真的不记得我了 我为什么要记得你 是我 陈雨昕 没听过 医生 医生 麻烦您再过来看看医生 你先别着急 我们马上给他安排一个全面的检查 谢谢医生 好 谢谢啊 我刚才就想问 我怎么会在医院发生什么事了 页长 你还认识我吗 爷爷 我又没傻 那我呢 这个是你女朋友吧 你记得 这位女士 我奉劝你 离她远一点 她不是什么好人 什么女士她是惠心啊 你交过那么多女朋友 我怎么记得谁是谁 那你再想想 她是谁 不认识 你 你怎么可能忘记她呢 她是徐雨萱啊 你 雨昕 算了 不怪她 爷爷 你们先聊 我出去透透气 你 雨萱 雨萱 她 你再来吧 你去哪儿 快逼人 快逃跑啊 你去哪儿 快逃跑啊 我拿去哪儿 快逃跑啊 都制装了 雨萱 雨萱 你还好吗 灰心 我不好 我的心声好痛 我好难受 郭彦成他还记得所有的人 却唯独忘了我 好像我被从他的世界里面 彻底抹掉了一样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害怕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不会不会 谁都看得出来顾彦成那么爱你 拼了命都要保护你 只不过 他也忘了我 难道他是忘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的事情 你想想 他醒来之后说的是爷爷安排的 是什么时候发生过爷爷安排的 这可是你跟他认识之前啊 这就证明这次事故导致他的记忆 只恢复到了跟你认识之前的节点 再往后的记忆遭到了损害 或者暂时还没有恢复而已 你说的对 我不相信这些都是假的 我一定会让他想起我的 好孩子 爷爷也支持你 爷爷 雨萱 爷爷爷知道你受委屈了 我还担心你会放弃 看来我是多虑了 雨萱 你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你说 一切有爷爷来给你安排 谢谢爷爷 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做了 好 好 老大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老大 老大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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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能感应到我 就让你感受下什么叫命中注定 护士是不会要连走路都不稳的员工的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想碰瓷我 没有 没有 爷爷真不敢找这么笨的 怎么样 怎么样 还顺利吗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顺利吗 万事开头难 继续加油 他真的没有冲上去保护你 很奇怪 他以前明明说过 能感应到我有危险的 难道是他这次受伤 影响了你们俩之间的感应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第二发 以毒攻毒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我出去等你 你怎么进来的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有点不一样 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哪不一样 脸皮有点厚 算了 我不应该这么着急 应该循序渐进 顾总 对不起 是我冒失了 那我就先走了 等等 顾总还有什么吩咐吗 作为顾市员工 请注意穿戴长节 头发也不能凌乱 下次上班的时候 把头发砸好 嗯 你说呢 案件 余眩 你别伤心 她不是有意的 我不伤心啊 我还是很开心的 她虽然把我忘了 但是 她还是以前那个她 我还是很有信心地换回她的记忆 你能这么想 过去放心了 那 我就先回去想想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先走了 妈妈 我们最爱的 那你想 foster 也不是 你肯定好 自己看吧 这都是那个女人的 我也很奇怪 你之前那么喜欢雨萱 为什么唯独会把她的事情都给忘了 我也奇怪 可她确实长得很像 仙女藤天驼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也许就是爷爷刻意安排的 看来雨萱说得没错 你虽然失去了一段记忆 但是你并没有变 或许 这就是上天给你们的考验 你还相信这个 我告诉你现在别说我 到时候你比我还信吗 对了 金雕奖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没错 时间不多了 住院之前一直在准备比赛的事情 没事 反正我的雅具也快雕刻好了 雅具 看来你不止是忘记了这段时间的记忆 你的记忆还停留在第七届金雕奖 难道不是吗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你现在要参加的是第八届 那第七届我拿了金奖吗 是啊 那就没什么问题 反正这届的金奖也是我的 不过那之前车 什么车 没什么 反正你以后开车你注意点啊你 这跟雕刻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我是有专职司机的 对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你还有能幼似仙女的呀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啊 我决定 从明天起 就闭关雕刻 好 不过 老大 我还是得奉劝你一句 你对你那专职司机好一点 要不然到时候你肯定会后悔的 虐气玉石爽 到时候你就坠砌火葬场 刘董啊 好久不见 是啊 顾董事长 好久不见了 今天我请你来 你应该心智动明吧 哦 嗯 绑架我的孙女 迫害我的孙子和孙媳妇 这些 都是你安排的吧 顾董事长 您是误会什么了吧 你还不承认 我 我干嘛要承认呢 您 您说这些 有证据吗 证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好 你 就有赞 身材 搞 关注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